二十四 似乎不可能 他们这两个人 在那边低声地交谈着 似乎有些争论 我看了他们检验以后 就觉得头昏 只好把眼睛闭上 不知道是不是过度疲劳 和失血过多 我闭了一会眼睛 就觉得又是天旋地转 居然又昏了过去 等我把眼睛睁开 王舍玉和周少孝 已经不在我的房间里 只有一个护士在 他看见我醒了 连忙走过来说 不要乱动 我才注意到我正在挂掉针 抖擞了一下精神 觉得比以前好多了 我也没有说话 只是看到这个护士 就马上想起了孙丽 不过这个护士看上去 尽管没有孙丽好看 但是打扮却让人觉得很舒服 护士服很合体 里面是一件红色的 条纹的圆领衬衣 头发居然是烫过的 有几缕卷曲的头发 挂在耳边 比起南海第三医院 那些穿着臃肿肥大衣服的护士 我觉得这样的打扮 才比较得体 这个护士看我正在目不转睛地 打量他 似乎挺高兴地 嗲嗲地说 看什么吗 我赶紧把眼光收回去 不敢看他 这个护士又笑着说 你们这个大陆来的 好像看什么都新鲜似的 真不知道你们那边 过得什么样的日子 我哼了哼 尴尬地笑了笑 也不说话 这个护士还是 嗲嗲地说 你很走运呢 其他游过来的人 可没有你这么好的待遇 而且 你身体好的 让人吃惊哦 几个小时之前 还面无血色 全身冰冷 像个死人 然后眼神也是放荡地 在我脸上晃来晃去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有女孩子这么无所顾忌地 打量一个男人 而且 说话也是软绵绵的 倒让我觉得 自己脸红了起来 没想到那护士 又笑了起来 哎 你耳朵怎么都红了 我赶忙想伸手 把耳朵护住 没想到这个护士 把我胳膊一按 说 还第一次见到 这么害羞的男生呢 这两三年 就数你最年轻了 哼哼 你不会还没有女朋友吧 我终于忍不住 说了一句 你 你 别逗我了 说完脸更加烫了 这个护士笑得 花枝乱颤 更加得寸 进尺了起来 整个人往我床边一坐 脸也贴了过来 眼睛须着 一眨一眨的 说 我倒要看看 你脸能红到什么程度呢 我紧张得几乎要坐起来 这种香艳的刺激 从来不敢想 而且还是女生主动 这个护士脸越贴越近 我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是不是要推开她 就听到房门口 有人重重地咳嗽了两下 这个护士才 似乎挺不情愿地坐直了身子 站了起来 对站在门口的那个中年男医生 挺不高兴地打了个招呼 这个男医生 也和颜悦色地说 雅玲 叫你看着她 你也别捉弄她吗 这个叫雅玲的护士 黏乖地回答了一句 知道了 知道了 老是啰啰嗦嗦的 烦死了 我轻轻叹了口气 才发现 这个世界 原来男女关系 还能这样相处 下级还能这样抱怨上级的 这个男医生也不生气 走过来我的床边 问道 你感觉如何 我点点头 说 挺好的 谢谢啊 医生说 刚才你昏迷的时候 我给你检查了一下伤口 恢复得很快 而且也没有炎症和发烧 恭喜 我还是点点头 说 谢谢了 大夫 医生说 不过小心起见 你还是不要下地 也不要乱动 躺着休息 有什么不舒服 你就按一下这个按钮 说完 把床头一个带着电线的 有浅黄色按钮的盒子 放在我枕头旁边 医生说完就站起来 招呼那个叫雅琳的护士 走了 别在这想什么坏主意 雅琳跺了跺脚 打量了我几眼 跟着这个医生出去了 他们一走出门 就把门关上了 并卡拉卡拉几下 似乎把门锁上了 我这才松了口气 要是雅琳还在 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里人与人的关系 尽管我不太习惯 但是至少 没有我听南海的同志们 说的那么恐怖 整整过了一天 那个王顺玉和周上校 都没有出现 晚上的时候 我想上厕所 但是一想到雅琳 就坚持着自己下了地 找了个 应该就是尿罐的容器 自己方便了 这都是小插曲 也就不多说了 到了第二天中午 我精神好多了 吃了点雅琳送来的食物后 除了伤口 还有些疼痛以外 也觉得自己 没有什么大碍了 对此 我并不觉得奇怪 以前挨这么多拳打脚踢 我也是基本一天 就好的差不多 不过却好像 让那个医生吃惊不已 换药的时候 嘴上也是嘖嘖个不停 到了下午 三个鹤枪实弹的 国民党士兵进来房间 挺客气的 让我换了一套衣服 并给了我一双八成新的皮鞋 带着我走出了房间 走出房间才发现 这是一个山脚下的小医院 来来往往 穿着军装的士兵很多 往前看不远处就是大海 再往前看 南海就在对岸 我被这三个士兵带出医院 走了一百多米 就又钻进一个 看似戒备森严的院子 将我请到一个 光线很好的房间 其中一个士兵说道 你在这里休息 说完就出去了 把门也是关上后锁上了 我是被关习惯了的 这么大的一个房间 就算是被锁上了 我也并不觉得压抑 房间里除了日常的生活用品以外 最吸引我眼球的 就是一部收音机 收音机在南海 可是稀罕玩意 除了几个类似 陈景强这样的南海的头面人物 民间私自拥有收音机 可是一项挺严重的罪名 收音机让我兴奋了起来 我鼓弄鼓弄 居然很简单地打开了 一打开就听到了广播 明显不是大陆口吻的 而是台湾广播 广播中又是唱又是说 还有各种音乐和新闻 当然评论大陆的事情也不少 听台湾人尖酸刻薄地说 大陆的种种不适 真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 有广播作伴 时间也是过得相当的快 临近傍晚的时候 才有人来打扰了我一阵 无外乎是询问了一些我的身份背景 为什么要逃到金门 怎么过来的这些话 我能说的也都说了 只是按照孙丽的要求 不断地强调着 我要见林朝风上校 从此就是连续三四天上午下午 都有不同的人来问我大致一样的问题 不过都是很客气 没有想动手打人的意思 我连续说了几天 说都说烦了 单脆人一来 我就滔滔不绝地 将那些千片一律的问题答案 一口气说完 当然不会忘了 说几句就强调一下 要见林朝风上校 除了这些枯燥的问题以外 伙食还是不错的 我敢说 是我到目前为止 记忆中连续时间最长的 不断吃好东西的日子 那个医院里的男医生 来给我换了几次药 几天以后 我就又活动自如了 胳膊上的枪伤 其实非常的严重 子弹贴着骨头过去 把胳膊击穿了一个大洞 右腿的枪伤 尽管没有那么严重 也是足足缝了二十多针 尽管伤口都愈合了 我胳膊和腿上 都留下了巨大的伤疤 另外 我整天和收音机为伍 基本从早上 一直听到晚上说晚安为止 可惜还是只有这一个台 为什么这么感兴趣 不仅是很多东西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 而且对于大陆和台湾的描述 完全和我在南海的时候 南辕北辙 我以前以为是东的事情 台湾广播中就说西 而且还有很多我根本无法相信的事情 说大陆三年自然灾害 饿死了上千万人 如何如何悲惨等等 我知道我在南海 的确填不饱肚子 但是让我相信 死了上千万人 我是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的 不过对于文革批斗的报道 的确如此 但是台湾广播中说 这些挨批斗的人都是 社会精英分子 文革是给人洗脑 是对文化的摧残和破坏 这让我想到 我父亲母亲的遭遇 似乎台湾广播在 给我父母亲平反一样 这让人觉得挺解气 王顺玉和周少校 是在关进这个军营一样的院子里的 第六天晚上一起来的 王顺玉进门就笑哈哈地问 赵亚军 这几天过的还可以吧 我不置可否 只是也客气地笑了笑作为回应 王顺玉和周少校 一边一个地坐在房间里 我则坐在床上 王顺玉说 怎么样 想通了吗 我说 想通了什么 王顺玉说 哼 其实你也看到了 我们对你的政策是很宽大的 因为我们相信 哪怕是共匪 只要有弃暗投明的愿望 也都可以做朋友 我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我该对你们说的都说了 我要见林朝风上校 周少校似乎挺不高兴地说 我们调查了一下 没有林朝风上校这个人 你瞎变一个本来就不存在的人 也不是聪明的做法吧 我说 对不起 我要见林朝风上校 王顺玉哈哈笑了两声 赵先生啊赵先生 看你年纪不大 但是却相当地固执呢 如果没有林朝风上校这个人 你说一千遍一万遍 也没有用啊 周少校也接上一句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请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说 那你们为什么不把信封还给我 王顺玉说 为什么要还给你 是不是把信封 交给谁是你的任务 我脱口而出 是 王顺玉哈哈一笑 你是不是要说 你的任务 就是把信封交给林朝风上校 我本来还是想脱口而出 回答他事 但是生生 又咽了回去 说道 我见到林朝风上校 自然会说 周少校说 小子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我们一番好意 怎么就让狗给吃了呢 我说 我只请你们相信我一条 我绝对不是共匪 共匪一说出口 我就自己心里给了自己一耳光 我怎么也开始用共匪这个词了 王顺玉说 你叫我们 相信我们就相信了 呵呵 我们又不是没有吃过亏 也不是我们不愿意相信你 而是你身上的疑点太多 我说我不明白 王顺玉接着说 苦肉计 呵呵 苦肉计 你中了两枪 但是都不致命 你穿着很罕见的救生衣 拿着一个用台湾特工方式折叠的信封 你以为我不知道那种折叠方式的意思吗 打开即作废 你这样做 其实是在暗示我们 你是我们派到大陆去的秘密特工 九死一生回到金门 一般人见了 真的会被你唬住 忙不迭将你送到台北去而真正 你要传递的情报 是记在你大脑中的 你到了台北 就有可能和当地的共匪间谍接触到 你就能够真正的完成任务 你编造一个林朝锋上校 也是故作疑云 其实是想通过我们向台北汇报 说找一个林朝锋上校的人 这样你的内应就知道 你已经成功上岸 不过可惜的是 你碰到了我 我就是台北派来的情报专员 我用我独特的安全的方式调查了一遍 林朝锋上校这个人根本不存在 如果你比我早几天到金门 你的一切计划都可能成功 周少校会被你蒙在鼓里 中了你的圈套 周少校干笑了两声 显得很尴尬 王顺玉看了看周少校 笑了笑 说 不好意思 周少校 然后又转过头对着我说 我明白地告诉你 我来金门是有原因的 金门这里 根据情报 潜伏了好几个共匪的秘密间谍 不过 你不知道他们 他们也不知道你 共匪的狡猾之处 就在于 所有的间谍 都是彼此不认识的 各自负责一个单线任务 就算一个人被发现了 其他的人也不会暴露 我说的对吗 赵亚军 说完就哈哈一笑 站了起来 向我走来几步 紧紧地盯着我的眼睛 这个叫王顺玉的一番逻辑 说得我瞠目皆舌 却又无从辩驳 此人果然相当地不简单 我待了半天 才说 我不明白 你说的什么意思 我要见林朝风上校 周少校大喝一声 站了起来 真受不了你这个混蛋 你真当我们是傻子吗 我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是冤枉的 周少校走向王顺玉 指着我低声说道 我看也不用对他这么客气了 好好收拾他一顿 也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 王顺玉说 不妥 不妥 我看 我们 说到这里 王顺玉声音小了起来 又把周少校拉到角落 滴滴地耳语了起来 随后 这两个人看了看我 也不再说话 转身就出门了 半个小时以后 门打开了 三个目无表情 身体健壮的士兵 就杀气腾腾地冲了进来 把我不由分说的一架 连拉带拽地带出门外 这次 我才真正地坐牢了 我被丢在一个窄小漆黑的牢房中 大铁门轰的一下关上 让我一下子陷入到黑暗中 我呆呆地站了一会 突然疯狂地敲打着铁门 对着铁门上面的一个小窗口吼叫着 我要见林朝峰上校 我要见林朝峰上校 在以后的十几天里 我只有这一句话不停地吼叫着 没有灯 一天只能吃一顿 吼得时间长了 会被人冲进来一顿乱棒 我只有按照孙力告诉我的 不断地要求见林朝峰上校 哪怕这根本就不是一灯救命稻草 我也完全把这句话 当成救命稻草了 十几天后 我又被拖了出来 我已经饿得几乎没有力气大声地吼叫了 这次 我被拖到了一个宽大的 有好几张大沙发的房间中 一进门 我就看到一个人坐在正中间 旁边则坐着王顺玉和周少校 他们看到我来了 都紧张地看了 坐在正中间的这个 穿着笔挺的中山装 头发竖得整整齐齐 一丝不乱 看起来和颜悦色的人 我被抬到这个人对面的沙发上坐下 这个人站起来 向我伸出一只手 微笑着说 你好 我就是林朝峰